总统府安全亮起了红灯 居然在6月30号的时间 遭到不明人事闯入 好像到了这个温之地一样 直接就来到了五楼 整个过程没有人发现 严重影响到了总统的安全 那么总统府发言人王宇齐 在刚才出面表示 失职人员已经陈出 今年的6月30号 当天总统府的这个警卫措施 有一些这个需要检讨的地方 当天早上大概在7点34分左右 有一个民众他进到总统府来 我们的警卫并没有发现 后来这位民众 他就一直走到这个本府的五楼 那因为到五楼的时候 因为他的这个行机有一点怪异 所以遭到五楼国安会的人员发现 然后请总统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卫 将他带下楼 然后带下楼之后呢 将他做一个短暂的留置之后 就将他这个放回 那有这样的情况 后来本府以及这个宪兵 这个202指挥部那边 都有进行相关的这个检讨会议 那相关的这个失职人员呢 也都分别得到了惩处 这个宪兵